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昨天那一例 B.A.5的高手的造船長的員工 他身邊的接觸者 是不是也有人 也有確診 那麼定序的結果是有 出來的嗎 目前是不是有確定的感染源 然後另外想問的是說 那社區中是不是可能 有B.A.5不明的傳播鏈 也有意思說 現在社區裡面 其實是有100多例B.A.4或B.A.5的個案 那我們怎麼看 謝謝 南部船廠的這一個染疫的事件 那高雄市這邊 他們有針對這個船廠的員工 在昨天有進行 這個第二次的一個採檢 那有在發現有4名的 確診的員工 其中有2位 事實上 都是就案 在這個5月份就已經有確診過 那這次 驗出來的CT值是分別是35跟36 都是蠻高的 所以也很可能只是先前確診 還沒有超過3個月內的這個 陰陰陽陽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有2位先前沒有通報過的這個 個案的話 那他們的CT值一位是28.8 另外一位是35 所以事實上 也很難去認定說 是不是在這一波最近 才被感染到的個案 那這個因為現在社區感染事實上都還在進行 所以事實上不太容易可以釐清說究竟 像這樣確診 然後CT值又偏高的個案 是不是真的是在近期有感染過 那這個就 高雄這邊會在針對這個CT值比較 低的這個個案在送來我們這邊做定序 那因為這一波整個船廠裡面跟家人這邊驗到的 個案的CT值都是以偏高的部分為主 雖然說 還是有找到幾位CT值小於30的 不定序上是比較 沒有那麼的快速 所以 需要再花一點時間做 可能還要在一兩天的 時間會有結果 那有結果就會在記者會這邊 跟大家做報告 今天是還沒有新增這個關於定序方面 可以跟大家報告的結果 那感染源的部分 就是說 昨天有說明過 主要還是認為說是這個職場這邊就是 船廠這邊有 有源頭的可能性較高 一個是說 透過這個邊境的一些登輪等等作業的接觸 有可能染疫到這個境外的個案 那另外 是家中 雖然說有 他有一個家人 一個小朋友是發病日比這個 昨天公佈的畢業點五的個案來的早兩天 不過因為這個小朋友的疫調看起來發病前兩天 都沒有出門 都在家裡面 那家裡面照顧他的這個另外一位家人也 也沒有確診 所以目前還是認為說 比較有可能 是從這個有在船廠工作的這位家人 這個感染到病毒之後呢 然後再傳染回家裡頭 這邊 不過都還需要後續定序的結果 再來做綜合的研判 有關就是BA.5的在社區 是否就是有100多例 那這個部分應該就是說 我們從一些 過去一直都從重複感染 或是這個 有重症的個案 一些這個 境外一路的一個同行者跟這個他的家人 事實上驗出陽性的比例都非常的低 那所以顯現這個社區 社區的這個BA.5的 這個個案是更低 那因此說低於可能就是不到百例 或甚至更低 都有可能 那這個部分 當然就是在疫情 這個BA.5它一直上 就是在社區裡面 那到這個開始上升 那事實上都需要一段的 時間 那這個部分 那我們就是請民眾 就是 帶出外出 記得隨身戴口罩 那那個如果你有追加劑 或是第二次追壓劑 還沒有打的 就趕快打 那這個部分 請大家遵守這些 盡量 盡量做到